我真喜欢这种速度 没有任何过场 我们封盘了 直接就开 爽 感觉六点钟就可以下班了 这个位置我们有印象吧 之前就秒杀过一个先知 这个先知估计也是一副要死相 原生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跟原生搏一下板 那这样东西应该会切一个寄生打一刀 果然直接打一刀 但是这一刀被鸟给晃住了 非常的亏 非常的亏 而且这个位置先知是可以不停的吸的 可以吸很久的鸟 这个时间其实先知的鸟至少吸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加上这个回头 先知的鸟应该是吸的有一半了 然后这边隐身狗抄一下锯 这个板子是踩过的 所以先知是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但是他受伤的还是比较慢的 所以戒狮还是可以多修很多机的 我们可以看到英兵一半 戒狮也是一半 娃娃应该也是在外边开始修着 双修应该是一个 这边直接带走 中场挂 还不如挂地压室 让我说 挂地压室可能会好一点 到时候可以把原生吊出去 他这边好像是不想挂地压室 是想往中场挂了 应该就是挂这 然后原生或者是寄生往中场掉 就原地挂了 还要往外捞 还要往中场挂 没差什么区别吧 我觉得这俩椅子 差一个面吧 这边英兵被卡住了 但是还好吧 毕竟是一个带狗 其实干扰不到 一个护外就缓解了 没有办法逼他秒救 二楼换了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 他干扰不到任何机子 所以说这波挂在这里 赚不到东西 他什么也赚不到 娃娃已经亮了一台 现在开始找第二台 英兵的血线卡的 也是比较的紧 可以看到这个英兵的走位 卡血线卡的不错 现在东旋着急了 这一刀是救完人扛下来了 那么先知这个鸟 一旧是在吸 不过这边偷偷藏了一个寄生 先知有没有意识到 有意识到 非常的漂亮 但是先知自己的寄生 也是跟过来了 加上原生的这么一个包抄 不过这边有一个洞 这个配合是缓解了 一手先知的压力 让它舒服 不过这几个寄生 不停的抄距 不过动静好像是切错了 已经有点乱起来了 三个娃娃围着先知转 但是还好 最终还是切到了 对的那一个 是把先知摁死在了中场 那么先知为了走这个洞 也是让自己死的位置 比较尴尬 是架住了自己队友的 一台异产机 那么这个先知 基本上是要被卖掉了 因为它二楼的机点不亮 这一把是没有办法亮五台的 所以说东悬至少来讲 现在是一个平局起步 不输局 天然就守了一台 那么寄生也特别多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吊一个出去 去干扰一下附近的机 因为它这边挂中场 就等于血转 其实这个洞给它打了 它没溜起来就死亏 这边倒遗产 也不是故意倒遗产吧 毕竟是祭司是想救一手 还是可以理解的 这边打一个洞 东悬直接切过来 就来了一刀打完洞了 这个祭司是直接选择卖 也是没有打算去保它 没有扛刀 那这样下椅子就直接一刀 先知这个鸟 故意都吸三分之二 有点可惜 遛不起来 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狗的时间很快 现在的话都可以切闪 这边还带到了娃娃这来 祭司这个寄生是要吃 有个薄板 这个板子没盖到的话 可以切闪 讲道理 这个位置直接一个切闪 回头一 二手衔接满了 我就说它刚才是怎么过的板 原来是祭司的那个 特别细 祭司的那个寄生 自动跟的祭司超距 然后自动踩了一个板 导致这一个娃娃 是可以直接过板了 然后过板走过去切闪 直接秒掉 衔接了一下节奏 简直就是完美衔接 那这样的话可以用原神直接挂了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厮杀局 没什么好说的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救了 而且它又又又又又 又卡遗产机了 他们特别喜欢倒遗产机 格楼那台机不要了 这台墓地也可以守 这个娃娃 它是知道 东西人知道娃娃在附近的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直接就干死 干死的话 那这把人类就是一个厮杀局了 不用想了 现在二手节奏 还能守到遗产机的话 这个图是真的没有什么翻盘的能力 现在机械师想要上二楼 把二楼机的点亮的能力都没有 而佣兵过来救人也没有任何意义 这波首先救人会是一个双趴 其次趴了之后 墓地的机子依旧是没有进度 就算机械师把楼上的机子点亮 也是人类唯一的极限 这边救下来直接跟一个 不跟闪 不着急 直接A出来 牛逼 其实是可以走动A掉的 但东西特别的果断 其实这一刀差点让佣兵挡到 不过挡到也没事 反正挡到的话佣兵就会死在遗产机 就挂佣兵也是一样的 不过特别的果断 直接就是A死 A死在这挂上 这把是二楼的机可以不着急 他要强行点亮就让他点 过来救人肯定是救不了的 佣兵也死在遗产 现在这些人特别喜欢往遗产机带 先知那波死遗产 其实也没什么办法 毕竟他想溜 他得溜起来 那个结果眼 后边祭司这边完美的续节奏 就挺离谱的 现在找佣兵 找不到 找不到也没关系 架着这台机就行了 反正就是慢慢让他们死就行了 这边应该是站起来了 但是也无所谓 脱闪线就好了 这台机不让他修就行 走过去跟 跟着佣兵走 等时间到了 寄生他一下 这把就结束了 确实毫无悬念 因为他们不懂得死角落这个道理 其实这个先知遛的 你说可以吗 其实是可以的 是遛了足够的平局时间的 并不丑陋 但是他错就错在 他们的整个队伍的运营 就是想去遛 太想要赢了 太想要去遛了 这导致你中场全是继生 搞得谁都修不好机 这边再继生一下 用兵双包就死了 剩两个户外也没什么用 玩的不错 那个先知遛的 没什么太大的毛病 已经算是可以了 毕竟这个位置在IVL 也是被东旋秒杀过很多先知的 那个先知能正常吃三刀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非常不错了 是有平局的局的 他们毕竟可能说 打女巫的经验 还是少了一点 傭兵已经没自愈了 这边站起来 想要拖到傭兵死 傭兵快死了之后 再挂一手 一个满挂的傭兵 这个戒司得出十只乌鸦 要是蹲到傭兵死 加傭兵满挂的话 这戒司可能会把 整个地图的乌鸦 都召唤过来 这边车卡住视野了 上车了没发现 没注意到 不过无所谓 慢慢找 耳鸣一消失 他大概应该能猜到了 应该能猜到是上车了吧 因为这个耳鸣消失的太突然了 并且反向追的时候 耳鸣不会亮起 他直接拐弯直奔酒楼去堵 他知道这个人上车了 这个时候就能意识到了 耳鸣突然消失 然后再回头还刷不出耳鸣 那就意味着这个人 一定是用了某些位移的东西 我这个戒司急得 把自己跟屠夫拍在一块了 我拍我自己 我恩断一绝我自己 没有什么悬念 是这种比赛 感觉跟东悬的一场排位 没什么区别 人类不会 人类不会 是吧 嗯 静止 我觉得 创作上来比较有新意的 是的 那让我们准备进入比赛画面 看看他们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情况 往前走的话 这把是撞到戒尸了 我个人感觉撞先知会更 有更多的赢点 虽然说有被遛崩的可能性 但是也会多了一个赢点 而撞戒尸的话 其实就是稳稳定定的拿刀 哎呦 我的天哪 这一刀怎么这么急着抽啊 戒尸刚走过来 还没到板 薄板点呢 他已经开始抽刀了 我白拿的 我又是一个杂头 这就是你们说的比较厉害的屠夫吗 我也是醉了 不是 他这个上 上 昨天我看他的女巫就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吧 这样的话 杀戒尸的速度 跟上把杀先知的速度 差不多的情况下 其实他已经输了 就是说这个女巫已经在 开局点上来讲 跟东选比 已经输了 输了八万米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 杀戒尸 意味着外边娃娃的 修机速度是一个盲女 还是非常的快 这边不能切机身 因为切机身 他可以看 他没有看 这边是可以逼着鸟 换掉机身 然后再让原生往前走 这样的话 就会很恶心拖他的时间 但是这个鸟不给他 有一个好处 就是二手 人类是平局起步 当然了 这种局 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给戒尸 全部的资源 因为这边人类 只要跑两个就行了 所以说卖掉这个戒尸 也是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戒尸 其实已经溜了两台机了 原生还被撞死了 这边娃娃再修一台机的情况下 现在是有一个赢点的 那么这个鸟 其实可以给屠夫 可以给这个戒尸二六 这边 佣兵只要血线卡的足够好的话 待会补一下自己的机 娃娃稳定修一台 然后先知和祭司 同修一台机 这边是想要保满血救人吗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刷血线时间 他这边是想要强行拖时间 看一下能不能挡一刀 漂亮啊 这一刀好像就是对着 佣兵的鸟打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两个人一左一右 并没有很好的挡刀 但是这一刀还是打到鸟上了 特别的游逼养的 那么寄生一个满血的游逼 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把人类大概率是一个三出 现在最慢的一台 最后一台机 基本上就是先知手上这台机 但是先知的修机速度非常快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戒尸还可以二六一会儿 还可以拖一定的时间 好像还是能吃出一个闪 还能吃一个底牌闪 这边有个过板 好像是没有加速了 这边预判了一个闪 但是戒尸太想操作了 真没必要 意识确实非常的好 如果不是戒尸的话 其实这把已经女巫死了 这个娃娃是 佣兵当面消掉了之后 就可以补掉入口这台机 强行抢掉这台机的话 这把大概率就是能三出了 看一下这台机 好像是80% 差不多吧 女巫现在没有时间管 因为祭司已经过来给压力 他这边寄生一下 祭司的话 往入口那边寄生 就没有时间去守佣兵这台机 佣兵这台机默认开 娃娃这台机也默认开 这边救的十分的早 讲道理不是特别的理想 好像也没有打算给戒尸挡刀 这边又是选择 又重新补了一个洞 这边两个人的配合 就非常的有灵性 这两个人一左一右 双交叉打洞 这种配合特别的有趣 那么机子的时间 也是差不多拖出来 我看一下最后一台机是谁 好像是娃娃没怎么太修 二楼娃娃那台机 好像还是差很多 那这样的话 卖了戒尸 其实这把还是可以保平的 赢不了就赢不了 因为第二手刷戒尸 属时有点早 这个祭司好像是 有点紧张还是怎么样 并没有真正的干扰到他 他就很快的秒刷了一首戒尸 那么其实也就亏在这了 如果可以慢慢的去救戒尸的话 这把其实是可以抢一抢 右上角奠击进度是吧 那么这边娃娃的机 其实修不完 这把的话 整体的节奏没有挤出来 毕竟是一个秒救 已经不是说有点早了 二手就几乎就是一个秒救 其实戒尸如果带甲妹 应该没带甲妹 但是正常也应该能多挂个20秒吧 可惜 那这样的话 三个人慢慢运营保平就好了 这把节奏对于人类来讲 依旧是十分的 有很大的优势 想保平还是非常的容易 因为原生二楼那台机 已经是动不了了 毕竟节奏太快了 机的声音听起来 已经是一个满进度 满进度 他现在必须得赶紧回去守二楼 不然的话 这个祭司能直接亮 溜出大心脏 现在先知已经满血过去 直接准备补击了 这个女巫好像依旧没有意识到 这个机子马上要亮了 还是选择继续追击祭司 那其实这个机子就可以压好 这个闪现A死很帅 但是这个时候再想意识到 反应过来 二楼要修好了 再去上二楼 来不来得及呢 可能来不及啊 这边寄生一下佣兵 把佣兵的寄生往楼上撇 那么先知就可以强行点亮 所以说他这边不守遗产机 其实连 就没有任何影点了已经啊 现在其实就是可以准备喊开了 但是也不着急 最好是吃一道再开 最好是吃一道再开 就稳定啊 稳定 这个直接开我的妈呀 然后这个女巫的熟练度为零 我的妈 蛇没有翻窗 就切了一个原生双方演员 护修演技 妈妈爱 卧槽 一个直接给大心脏自杀 一个是选择 你敬我一时 我还你一账 这边蛇没翻窗 没抢到窗口 就直接切了原生 看着人类跳下去了 双方演员互秀 不过这边还是一个平局 这个不影响最后的结局 这边切一下佣兵 给他一刀的话 是没有任何办法了 没有办法管佣兵了 30秒钟肯定是能把门点开的 这边的话 还得再挂一下先知 蛇的话赶紧往那边 蛇干啥去啊 他已经只要平局了 他已经知道自己来不及了 哎不过祭司怎么在这啊 这这你我那你这 这边祭司又被卡住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过来送了一手啊 那这样的话 平局变成跑一个吧 也是特别的漂亮啊 这个兜舞的人类 不愧是有自己的东西啊 我果然是看得出来 为什么之前能输给这支队伍 原来全靠互相演技啊 这把的话 先知张玉剑 祭司俩俩 非常的牛逼 双方演员 这个十分的努力 好在是能跑一个 让玄宝会心一笑 这把 但凡处理稍微正常一点 都是啥 先知半选 让用兵去 干嘛 其实早点闪死 这也没啥办法呀 这个交流 我只能说一万分好吧 咱也不知道他在防什么 平局变三杀 其实也还好吧 反正拿大比分优势呗 能跑一个 很快 机子就亮了 怎么 聊了一下天 搬选都选完了 什么情况 刚刚搬了什么 我都没看 选了个红夫人 不会搬了女巫吧 这种女巫也可以上班位的 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女巫这个东西 是人黄都会搬的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多 感谢浅笑笑的魔法石 这是软严严的水平 这一个镜子打得非常的优秀 那么这个车 我刚想说 这个车不敢上 不愧是你两万九的两字真言 这边是直接选择上车送人头 一波恐惧震慑 一镜 双刀 其实这波祭司不应该这么缠车 因为毕竟手里是有两个半的洞的 并且队友也是有一只鸟的 那么他这个镜子吃了 直接一个冲刺往外冲 把洪妇人骗进来 然后绕两圈 要一个鸟再上车 那么这样的话会比较 会比较好 这总比他直接当面一镜两刀送的 要好的一万倍 这把东悬感觉又要四杀保平了 因为这个洪妇人 这么完美的节奏 也是说秒杀了一个祭司 并且卡住了一个最快的修计位 还打了一刀 非常的转 那这一镜基本上下来 先知待会的二手节奏也好续了 这波两字真言 也是非常的关键 我们看到守门人这波细节薄板 怎么说 这波救人血线压得很好 那么有没有一个恐惧震慑的 哇一个无伤救人 加上挡刀保人 那么这个祭司 其实这个结构眼是可以要鸟了 这波如果要一个鸟 挡住这一刀的话 祭司手里是有一个洞的 还可以拖足够的时间 这边洪妇人不着急打 有没有机会把这两个洞利用出来 重新溜一个二手节奏呢 我们看一下位置被卡得撕死的 现在鸟的话时间马上就要过了 祭司非常的着急 没有打动点 现在找不到打动点的话 闪现能吃 手里有两个洞 板子拍了 没有选择反向回翻 用快板加速去躲一个闪 而是选择走到大空地 当面送了一刀 那这个闪现也是吃不出来 那么这只鸟也是白给 只拖了一个15秒钟的时间 非常的可惜 守门人这波还被吓出了 一个铲子 那么其实也是比较亏的 那么守门人只剩一个铲子 必须要走到很远 去找人摸补状态 现在想要卖了宝瓶也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厂上的遗产机 也是一台都修不亮 整体的遗产 我大概瞄了一眼 大概差三台 所以说这个佣兵 不得不去强行救一手 但是这个位置被卡得非常的痛苦 可能是要交两个护腕 如果不交护腕的话 待会应该不会 应该会针对这个祭司 因为他知道这个祭司手里 有太多的洞了 这边祭司手里带着三个洞 是必须要打出来 好像是没有打动点 这边赶紧打个闹力闹 没有选择打闹力闹 反倒是卡住了佣兵的位置 还死在了佣兵的脸上 特别的细节 这边强行打动嗨队友 也是妈妈爱 没有看得特别懂 那这样的话把佣兵赶走了 那佣兵的话得赶紧上楼 先躲一波 不着急 卡一个人名 看一下啊 闪现没交可以切船 那么先知没鸟的情况下 也是不敢修 现在只能派守门人出来修机 佣兵只能卡耳鸣 绕一个大圈 回来再修鬼屋后 也可以修鬼屋后 现在守门人过来修机 是直接被看到了 不过这个镜子抬的 也是算是捞了啊 他这边是一个找人镜 并没有看到守门人 他是想要找到先知 快速的击杀 那么这个闪现 是确实是如果找到先知 会能马上迅速秒杀的 他这边排了一下 一闪机的位置 没有耳鸣 往小摸走耳鸣一亮 这边前面先知的位置 一个闪加一个镜子 就会被秒杀 先知现在的位置 秒倒了 不用看啊 这个红夫人不出意外的话 是 那这样的话 没有办法秒杀了 不过也还好吧 这边先知细节卡视野 红夫人也是不着急出镜 因为毕竟自己的节奏 现在特别的好 看到人稳定 能拿到刀的时候 在出镜的 非常的细啊 这个红夫人 先知个走位也不错 好像是能卡一个转镜 这个位置转镜的话 再吃一个擦刀 这边好像是晃掉了 这个镜子啊 那这样的话 大空地晃掉一个镜子 不会是张玉剑啊 走位也特别的细节 那这样的话 还能多留一个镜子 而且这个时间段啊 是可以吸很多鸟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边不停的吸 不停的吸啊 能不能再吸一个鸟呢 闪现肯定是不焦了啊 这个位置是卡镜子 肯定是不着急往下跳 但是他着急往下跳了 不过这个鸟已经吸了很久 这个鸟吸出来了 可以 那么这个节奏就有平均 但是没有焦出来 我的天哪 好痛苦啊 出了痛苦面具啊 那这边没有任何人有博命 他这边如果被打针对的话 这个鸟就难受了呀 而且这个鸟 怎么说呢 不好再用出来了 因为待会队友把 我们想一想啊 吃一刀把它救下来 然后马上就追着它 它要焦鸟 焦出来鸟之后 再抬一个镜子 它还是要瞄倒 所以这个鸟不好说了 这个闪现它没有防盗 那这个时间点 机子还是稍微差了一些啊 想要保平非常的困难 跑一个倒是有了啊 鸭满旧是可以跑一个的 但是讲道理 打红缝呢 还是要绣 还是要想办法保平 这边吃一刀 救人 这个先知走位 是要被大空地逼鸟的 然后待会一个镜子打倒 所以说你看像我们说的 它这只鸟吸的就很无用 非常的亏 它只是为了不死遗产机 但其实它还是得死遗产机 因为套鸟是没有加速的 这边还是要被逼 无奈死遗产机 所以这只鸟 当时的环节不交 现在就很亏 导播给一下左下角 守门人的机子 谢谢 好的 我们看一下守门人 这个机子其实是可以 强行点亮的 但是他没有赶 他是选择拉走 去补另外的遗产机 这台机是佣兵救了过来人 修完佣兵的机之后 过来救人之后 把这台机抢来抢亮 那么守门人这边的话 可能要交一个铲子 保一下自己的命啊 不然的话 这个铲子如果贪出事的话 还行啊 还行不贪 不贪的话 这把就有机会 但是佣兵没点亮机子就过来救人 是我看错了 右上角怎么少亮了一台啊 这个时候佣兵应该是把机子亮了 再过来救人的啊 那这样的话 先知已经是个弃子了 这把是为了保一个了 他们已经不想平局了 还把鸟吸出来 都几只鸟了 这边明显是要打针对啊 开始要博弈了 这边想要挡刀挡住了 没挡住很可惜 那这样的话直接卖掉 卖掉守门人那台机子点亮 守门人赶紧跑 佣兵怎么没有把自己的机子修完啊 不是关键是佣兵那台机压的时候 我是看不懂的啊 非常的难受啊 本来应该只差脸 这台机是可以强行抢掉的 机子差的没那么多其实 你可以看到佣兵这台机 可能再修个五秒钟也就修亮了 机子其实没有差的 想象的那么多 这边给转镜 转到了之后 直接把什么人杀死挂上 这把是一个四杀局 先知佣兵这台机不点亮的话 这把就是四杀了 不过有个博板的机会 佣兵赶紧弹弧弯去开 再不开的话没机会了啊 哎他这边要守佣兵 那么人类守门的话 直接去开起点的门就行了 这边佣兵两个互换啊 暂时死 哎传送还交了 那这样的话就更有机会了 不过恐惧震慑 妈妈爱啊 怎么说呢 这波如果能吃一个刀的话 强行点亮 应该是有机会把这个机子点亮啊 但是这边 薄红夫人的刀没薄过 也是特别的优秀 然后守门还往门那边跑 也是看不懂 他可能想摸一个针啊 看他能不能摸一个针啊 不过洪夫人知道 他的走位动向 可以往那边排耳鸣 这边一个镜子转镜能找到他 也是很可惜啊 这边摸到针了 但是转镜动了 也是知道他在这 这把是一个四杀局 挺可惜的 真的要打BO5啊 这游戏需要的是技术吗 需要的是运气的吗 就蔡吉夫拙拙就行了 我趁着折磨 其实这把 为什么要说不愧是勤酒啊 这些操作你换到六千 说这个佣兵是吧 这把不是祭司的问题吗 讲道理 这把最离谱的还是祭司啊 一镜两刀 加一个恐惧震慑 后边的节奏 其实已经就属于被动了 这个祭司思维很僵硬啊 爬坡呢 那车爬坡很慢的 而且车起来还是要有僵硬僵直的 为杠而杠的人 你还跟他说什么话呀 怪恶心的 好好看比赛了 东旋BO3能放得出雕像 很强的一个东西啊 但是这个耳鸣 他被骗得很深啊 他这边可能甚至还要上里边找啊 耳鸣消失了 那没事了啊 耳鸣如果没消失 他可能还要上里边找一下 不过脸上倒是一个能抓的人 这边他有意识到这个耳鸣的位置 看一下会不会找得到啊 看一下这个眼神 这个位置的草是很难躲的 非常的细 不过 哦 还行 找到了啊 这个位置的草并不像军工厂那么密布啊 就是说 其实是可以透很多那种不同的颜色的啊 这边还夹了一下 那他前面的劣势就全无了啊 甚至是大优势啊 开局相当于一个秒杀 因为传送才刚好 那么开局到杀死这个人的时间 只用了45秒 拿到了一阶段能量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知开局秒修是60% 呃 前锋啊 修机可能也就是三四十吧 先知的机他是干扰不到了 这把先知会修很快啊 你不要看他杀的很快 但这把如果他后期 中期不能干扰足够的机子的话 人类的机子会很快 因为他完全没有干扰到修机位 而修机位是开局秒修的 哎 这个能量点打的就特别的优秀啊 我们可以看到夹一下 再A一下的话 对于对于用 哇 这边好像直接要喂死啊 这边茂远家直接被喂死 但是节奏能量上还差一段 那么东旋必须得赶紧想办法夹一下 这个茂远家拿到一个二阶段能量 拿到二阶段能量的话 佣兵这个血线可就是一个废人了啊 这边夹到没 夹到了二阶段 那这把是一个四杀局啊 这个时候往佣兵这一撇 也就是一个四杀啊 你看 弹个忽万还要吃一下 这就是二阶段雕刻 弹个忽万还要死 这就是四杀啊 这个就是二阶段和一阶段的一个质变 那么这样的话 用前锋的机子才70% 就不得不来救人 而来救人的话 位置也是可知的 这边桥上看了一眼 并且往另一边桥走 这边是属于一个双卡位 非常的细 好像是没有看到前锋 那这样的话 他应该是不敢卡太深 这个前锋是不打算救人了 但其实没用啊 这边你不救人的话 直接过来乱杀啊 二手节奏直接拉满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四杀 这雕刻在BO3能放 我也是挺佩服这个LN的人类的啊 他们也是完全不懂得雕刻的牛逼之处 前锋是为了把佣兵摸起来 一个半血的佣兵啊 但是是用一个满血的前锋来换 那是非常的亏 而且还死到了一产机 那么先知的这个机子 一会儿马上也要被干扰到 这边直接一个封场扔过去 先知基本上就丢半条命 这边上楼梯都没有用啊 没有任何办法能防二阶段雕刻 这边走位还挺细 但是被砸了一下 东穴现在雕像不够了啊 这边是果然是丢了半条命 相当于被A了一下啊 那就跟洪夫人抬了一个镜子 没什么区别啊 这边先知都不敢修了 那么机子的话 可能地道都修不出来这一局 因为雕刻太牛逼了啊 这边是应该是准备炸一下佣兵 炸一下再A一下 然后让佣兵死亡 死亡之后再慢慢追前方 但是前方特别的鸡贼 一个满球拉走 那么可以不着急的挂佣兵 挂了佣兵前锋也不敢救人 鸟的话先知那台机 一个封场扔过去 也是半条命又得没 这就是一个乱杀局啊 这边攒出了一组雕像 准备炸一下 不着急慢慢看啊 这一下啊 直接夹到了 连炸都不用炸啊 特别的细 还是挂在原地的位置啊 这是B2是吗 这是B2下班场 但是他们 他们确实是要害怕东穴的女巫 可是他没有想到 东穴除了女巫以外 还有一个大魔王一样的雕刻啊 这边是能修好 能修好两台级啊 这第三台前锋不敢修了 这边的话 第一道是出来了 但是你看啊 在丢视野的情况下 给前锋来了一下 多么的恶心啊 这个就是 之前很多人就说什么啊 版本邦邦啊 多强多强 跟雕刻一样强 其实我跟你说 邦邦在追击能力上 确实跟雕刻一样强 但是当雕刻到二阶段的时候 那就是邦邦永远无法 企及的一个高度 就是他的干扰性 他对于节奏的干扰抗性 这边的话 卡一下耳边就可以传了 因为他知道前锋大概的位置啊 这个不是说你会不会躲啊 老哥 二阶段的雕刻怎么躲啊 你教教我 你教教我 说实话我也不会躲 你来躲给我看 好 这边一个锁头锁到了位置 而且雕刻还可以锁头 锁头找人定位 特别的恶心 几乎是一个全能屠夫 这个前锋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其实已经被找到了 还在这边进步走 进步走之前还留下一堆血印和脚印 然而东旋预判错了方向 以为在右边 其实在左边 这边找到了 雕像已经很多了 这个窄控直接把他位死 拉球的前锋也要死 这边建议不要挂 挂了他 反正先知是摸不起来的 他这边挂了也行吧 没必要那么愤怒 毕竟他也知道先知的位置 按理来讲 确实挂了先知也没什么可躲的 你可以看到 刚站起来又被融化 没有任何悬念的一个四杀 雕刻二阶段 已经不是你会不会躲了老板 这个版本 他只要放得好 你是完全躲不了的 真没必要 但是我们也见过什么 比如回忆之前我也见过 他溜 包括小迪 溜起来了 又躲归火 然后喷香换点 然后吃擦刀 怎样怎样的 溜了140多秒 溜死 这种当然也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这就是一个双刃剑 而入恋师就是不要脸 我建议斗舞的人类 宁可用愤怒一点的打法 毕竟他们队伍的屠夫是稳定厮杀的存在 真的没憋好给自己扛那么大的压力 本身就挺捞的 真不如想着怎么简单跑两个这么来 谢谢朗姆的20个魔法石 因为入恋师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这屠夫必须要处理这一个环节 而处理 你没有传送 你又处理不了 你像爱哭鬼就是处理不了 而且就救人位不需要救 天然少一个救人环节 那么爱哭鬼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在手势环节也是一个强势点 也是能拿机会的 这个手门挖铲子的位置 这不是属于出门直接送吗 大哥没有任何出息的一个转点 这个铲子挖 为什么不翻到窗后边 跟他绕一下后边再出来 为什么要直接走到屠夫脸上来挖这个铲 也是挺可惜的 这个鬼火看一下 好像是有意识的在躲 特别漂亮 鬼火躲掉了那就还行 吃擦刀就好了 一刀一刀的吃没事 这样的话还能拖出自己的第二个铲 这个版爱哭鬼必须得踩 得踩两 那么铲子直接挖 稳如老狗 这边的话还是得抓 不抓的话也不好换节奏 去小木屋看一眼的话可能会崩 就是他得慢慢抓 但是这个铲子必须得踩光 现在插个眼没什么用 不停的围扎这绕 这个愤怒打法 待会出来还能要一个鸟 那这样的话 如果他只要这个鬼火不吃 这把就是一个平均往上走 这个鬼火有意思的躲 所以说寻觅遛鬼其实还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遛鬼的思维 这个刀一吃 再拉一个过板加速 待会再躲一个鬼火要鸟 甚至能遛出影点 当然守门人遛鬼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只要我躲你鬼火 你就是厂长 你一刀一刀的吃 那不好意思 哥能吃你五刀 哥能把你刀给你磨飞 这边的话躲鬼火要鸟 鬼火没躲掉吗 可惜了 如果这个鬼火躲掉了 再吃一个擦刀 上滑梯再玩一会 这把是一个赢点 但是有点捞 这个走位的话有点僵硬 使劲往右走 其实一个灵性的扭头 可能这把就直接做英雄了 但是也没关系 这是一个平局 这是一个不输的局 也没关系 也没啥浪不浪费的 因为这个结果眼把鸟给他的话 是有一个求赢的机会 只是说他的走位没那么灵性 也没什么好办法 你不能事后说这个鸟量费 换我是什么人 我溜到这个节奏 我肯定想要这个鸟 对不对 我会想着这个鸟给我擦个刀 我再溜一会儿 这把不是赢了 我不是当英雄吗 这鸟你不可能不要 你要换位思考 你总不能说 我溜的不错了 我去死了 你别给我鸟 卖了宝瓶 那也太没出息了吧 这肯定能平啊 因为另外两个修机位 是守门人能做出来的 守门人一死 待会儿就只剩半台机 这把佣兵不会这么无耻吧 救都不救吗 讲道理还是得刷一下博命了 刷一下博命 是为了保一下队友两台机 他这边连博命的意图都没有刷 那爱哭鬼可以直接换节奏的 这样的话 先知那台机是保不出来的 你看你这边佣兵的话 如果能给刷一个博命的时间 其实张一剑这台机 是能修好的 也就不会这么快的遛鬼了 那其实他不救的话 其实是不好的 即使双趴也要救 因为他要 他这一波20秒钟的博命 是可以拖出两台机的 到时候只剩半台机 而先知和调阳师遛鬼位 是就可以无伤拉走 藏起来 先知可以上二楼 这个走位挺灵性的 只是只吃仨刀 只说遛鬼的时间点有点早 有点确实是有点早 少了一个博命的时间 但是还好吧 一会让调阳师救一下 就行了 反正先知那台机也很多了 这鬼火也该死了 只要吃个擦刀就得了 这边好像还有个博板 漂亮的一个过板 这样的话 艾库也难受了 不过这边好像 没有被红光骗了一下 是吧 挺可惜的 本来是可以溜起来的 不过也还好吧 这样的话 佣兵就 佣兵修机 然后调阳师卡一下 血线过来救人 这把还是一个保平局 怎么卡了一下 挂地压室 地压室更要调阳师救了 没事 调阳师抗性高 不怕地压室 机子够 对 所以说佣兵 这个博命没刷 你会发现 其实挺亏的 而且这边带了一个快摇 日本队选手 现在还可能 他们可能还停留在 假妹的版本 这个时候带的快摇 对他来讲 是很痛苦的 这个直接 翻也翻不了 那还是得救 还是得救 想像是该救 还是得救 这个摇下来意义不大 机子是本来就能压好的 居然有人说三傻了 我操 牛啊 你从哪里看得出来三傻的 你怎么不说八傻 调阳师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过来 我操 调阳师是不是去菲律宾捋了一趟游 这个时候就应该贴脸 不要给落地刀的机会 对不对 直接喷一个 有没有手 大哥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玩调阳师呢 没有手的人不要玩调阳师 那很丑了 这你 不懂啊 主要是 哇 这不是他妈的 差点把先知给骗了 两个人现在这边吃落地刀 痛苦的一批 现在得赶紧死一个了 别逼逼 先知吸收鸟来了 头天往外抽 但是还是要骗落地刀 得骗 得骗 这个调阳师不能 三傻眼 还真是三傻眼 这个鸟没用的 因为调阳师他妈的出来死了 调阳师不能着急出来 先知出来 这他妈的这咋溜啊 这得溜到调阳师能自愈好 这边太难了 得直接盖板 哎呦 犹豫了一下 犹豫了一下 这边只能堵直接盖板了 没什么好办法呀 好丑陋啊 不是你调阳师三刀频率 拉满的情况下 救人不随便救吗 怎么跟猪一样啊 这香水都不会喷 你知道吗 但凡他下来喷个香水 哇 你再往前走 也不至于 害他妈A一刀 哎 行吧 东线还得四杀 真可怜 越来越心疼 但是好在东线能四杀呀 扛得住压 这个屠夫也是牛逼 这不是四杀保平啊 老哥 这四杀拿大笔分啊 有人在外边勾引 是我还是谁 在外边开门站遛鬼 他得开门 哎 他就不开 他就在那防传送 防到死 妈给我愣是整吐了 到最后平的局便输了 就是开门就能平 但是他不敢 他在那防传送 哇 东玄这边直接传脸 那这样的话 其实打守门是可以打的 不过他这把 好像是没有带张狂 这把没带张狂 不好杀守门啊 守门这边是能拖出自己的铲 第二个铲 带了一个快塞板 慢慢追 往前面 前面拍一个板子 守门就得挖 然后打出自己的技能 调师这个时候没修技啊 大家看一下 哎 这边博一下 守门人其实可以回手掏一下 没掏到 那这样的话 博弈点就差了 哎呦 好投铁啊 这个守门人 哇 东玄这边不停的被博弈 哇 这个人的博弈方法就是 乱拳打死老师傅 无脑往前走 你恶不恶心 哇 这种博弈方法真的好恶心 突然一个回手掏 哇 嗅起来了啊 哇 感觉这个板不该踩啊 因为人家明显挖完铲子 没往那边走 他这边直接踩 行吧行吧 没捞到便宜 传送拿一下 拿一个娃娃娃也行 这边还跟娃娃博一下 这个娃娃走位就很烂了啊 是直接走路撞墙了 那这样的话 即是在二楼爆点 二楼爆点的话 讲道理不太好上 可能得走上去啊 这个伞的话 扔在楼下会好一点 好 他在这儿骗 看一下能不能骗到 好 哎 骗下来了 哇 可以啊 东玄 但这刀出的好着急 我感觉他这把的 黑无常打的有点急啊 不过没关系啊 这边的话 节奏还是能平局的 因为调养师前期 也没怎么修机 调养师前期 是跟着那个 守门人一起遛鬼的感觉啊 而且这把守门人 有一个伏笔 就是他两个铲子全交了 待会他救不了人啊 这个娃娃挡刀 还是挺秀的 这边一个重刀 其实可以抽死 不过他想把人骗去 但是戒丝好像 还行 还是骗到了 骗到一个重刀删死 这个时候调养师能亮 用兵能亮 守门人亮不了 而且娃娃这半台 如果他能死守的话 这把就有一个平局 但是他怎么没往这挂呀 这台鸡他不要了吗 这边娃娃已经修一半了 他不能不要这台鸡啊 那这样的话 他其实已经丢了三台了 调养师当面过来 调养师当面过来修机吗 这个香水骗一下吗 没骗到 但是调养师也没喷 这波 我操 这波调养师不喷香 给到了一个双趴 那东旋更是稳平起步啊 因为机子节奏完全跟不上了 会有一台满机没人修 可惜 这个调养师喷一下 救完人不死的话 可能还是个满血 如果能喷个香水 往前冲刺救人 极限回香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吧 有可能是个满血啊 反正至少不会双趴 你喷个香水不会双趴 他这波致敬了一下 喇喇 还了一手 那东旋这把四杀 目前来讲没有任何机会 还是得看 还是得看他怎么衔接二手 这边佣兵他想预判一个船 但是没船到 那只能射魂逼佣兵户外玩了 逼他早点就算了 这边再刷一个搏命 还能再亮一台机 那这把的话 机子就很难运营出四杀了 不过最后两台机离得很近 他这把倒是可以方便手 刀应该是不会给他挡 佣兵这边要打双人团 讲道理 这双人团有点不应该啊 这波没有任何意义啊 因为机子是明显不够的 那这样的话 佣兵待会会衔接二手节奏啊 直接一个原地 原地拉黑 杀死戒指 杀死戒指 佣兵待会儿跪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如果调兵师被马上找 因为他传送好了嘛 调兵师现在还得抢机子 如果调兵师直接被传死的话 守一台遗产机 这把是有厮杀的可能性 这边调兵师不能再修机了 再修机要出事 还在修 那调兵师死了 他会死在遗产机啊 但这台遗产机特别的多 在遗产机理论上来讲 一会儿过来抢一抢 还是有机会抢掉人类 但是大家如果一起过来抢机子 没有人卡门的话 对于黑白来讲 是可能三杀起步的 这个铃铛摇得有点着急 那这样的话 守门人可以过来 把这台机子补一补 这边守门人是可以把机子压好的 他可能不能挂了呀 他得管一下这个守门人 因为杀条是慢了 理论上来讲 杀条是再找个几秒钟的话 这边就可以挂回来了 那只能杀守门人了 守门人这边得给一刀 给完一刀 直接冲二楼的话 就不能再追了 不能再追往回挂 现在得想办法拖自己传送 可以把条尸强行往回挂 这边把守门人赶走了 之后挂在遗产机 这把就有厮杀点 直接挂到遗产机了 帅哭了 其实你说东西 这边可以扔了 得赶紧扔了 不能再挂了 这边得把守门人杀掉 现在得快速击杀守门人 可惜了 这一刀也打不到 这一刀角度不对 这个时候佣兵不着急摸人 佣兵赶紧抢机子 但是意图已经被发现了 这边佣兵弹个换走 那么条杨师现在 暂时不敢站起来 现在很胶着 但是屠夫明显更有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是有一个 托传送的好处的 就是说他待会传送好了 就可以去杀守门人了 现在先把他们往远赶一赶 然后传送好了 再过去杀守门人 这边往哪扔 感觉要摇下来 这样感觉的话 可能会摇下来 因为刚才已经挂很久了 东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不过没关系 这边摇下来一个条 其实也做不了事 成不了大事 问题不大 但是没必要 属实没必要 但是他传送好了 这一波是可以把人骗过来 你别慌 你们别慌 这波是完全没有事的 因为守门人不敢过来 他也怕死遗产机 所以说条狮摇下来 是做不了任何大事 基本上还是死人一个 啊 修一台满机 那这把四杀 观众朋友们 这把铁四杀 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拿这台机去搏的话 跑一个的话 这把又是一个四杀 那人类斗舞的话 再一次是跑一个营 这个守门人 条狮是做不出守门人的机的 而且佣兵这个位置 是被透磨到了 直接传到脸上 逼你秒救 而且是救不下来的 因为现在手里是有传送的 直接一个船 这把就是一个四杀 佣兵已经是没有自愈了的 姚灵着急了 这边博弈的话很急 东璇这边博弈很急 再一次被救了下来 可惜 可惜了 这样的话 条狮摇来拖 那可能能吃 如果条狮摇拖好了 是能吃大心脏 把佣兵救下来 这把人类施可以跑一个 得赶紧击杀条狮 现在得赶紧在机子压好之前 击杀条狮 这个走位就是让条狮 把人救下来了 又一次可惜 这样的话 条狮是能吃大心脏 然后把佣兵抢下来的 不过有一个好处 就是一刀斩之后 没有人有道具 这两个人是必定死无疑 看一下什么人敢不敢 这边一个白 把他打下去 机子还没打 不能再打了 感觉 这一打的话 不是更是帮助人家无伤救人吗 而且条狮是待会还会回乡上车 条狮还会回乡上车 所以说东玄这一波处理特别的烂 就是着急了 传送那一波打佣兵着急了 本来是一个四杀 那这把的话就是一个三杀 可惜 人类确实白给 但是东玄也白给了 敢不敢投铁传道 这边人类不敢点门 这边人类不敢投铁 那他可能一个都跑不了 不过东玄好像是 看到条件是不想 他已经默认人类投铁点门了 其实人类是没点门的 还有五秒钟 感不感感觉来得及吗 来得及 那又是一个四杀 这人类真的白给你知道吧 这边你不投铁点门 你他妈想啥呢 跟你们讲 这边人类怎么稳跑一个 这把人类是稳跑一个的 怎么跑 守门就是死点 你传过来我也点 条狮三号站 吓了就往佣兵脸上走 这把就是一个三炮 稳定三炮 所以说可惜 这不是单排 预判一手他拍板 过板 过板吃刀 这刀经典黑白刀器 经典白无常刀器 帅的 把刀器蓄出来 拉出来之后强行过板 你砸我 我A你看那谁亏 单排都开门走了 你这不开门 你这位置还走得了吗 你不开门等着 我跟你们说 他这把 如果能快速击杀守门人的话 其实是最好赢的 其他的点 他不管杀谁都不好赢 人家都好评 你知道吧 这一传一个条狮师 不想追 前面有咒识师 也恶心 得追 但是恶心 绕四合院了 也不能追 这就不能追了 你知道吧 囚徒提前转点了 看一下有没有预判 没有预判 没有预判囚徒提前转点 那这样吸出电了 就开局没有瞬间秒传脸 吸出电的囚徒 还是能遛你黑白 而且好遛 他这把可能是得带闪现了 我看看 对 小这个图肯定得带闪现 不然他频率根本够不到 而且他还得带张狂 他得拿一刀就能开技能 他才能杀到人 这句话囚徒可能都能把他溜死 你看这种小短板 他都很难受的 因为竞工厂就是这种性质 他必须得踩 这样的话囚徒放一个小店 囚徒放一个小店 可以走小树林 但是这个转点不是白给刀吗 我也没看懂 他这个转点是什么意思 这个囚徒挺白给的 那这样的话 详细往四合院冲吧 不过闪现好了 那这样的话还行 囚徒也是按时倒地 挺菜的 这个说实话 囚徒挺菜的 谢谢Q超哥哥的三个奖杯 感谢老板 那这个节奏就不输了吧 至少对于黑白来讲 还蛮舒服的 因为他开局也是 稍微赶了一下 咒势师和那个条氏 条氏转了个五秒钟点 咒势师可能转了 十几秒钟的点 也算是绕了一圈 四合院挺恶心的 而囚徒由于苟住了 开局你可以看到 他这台遗产机 根本没多少 他前期逛街的时间 囚徒是根本没怎么修机的 但是救人的环节 他没有办法处理 肯定是要让守门人救的 他只能当着拿能量玩了 这边守门人 有意识地躲一下 铃铛没躲掉 那就保证自己的 救完人直接卖掉的话 囚徒现在手里 还有一个小电灯泡 但是这个电好像 没啥用了 如果拿白无常 把它架好了 让它翻不了窗 还想用黑吗 得用白呀 对 用白让它架不了窗就行了 这边即使吃一个电 也死不了 囚徒聪明的话 就不要扔这个电了 留着想办法后边用 这个电还用 还用就是想搏板 那么有机会 有机会 这边还真就搏起来了 毕竟一个重刀 白无常出刀太慢了 那这样活起来了 挺大力出奇迹的 这个囚徒 但是这种就属于 乱拳打死老师傅 就洞玄也没有想到 你敢这么玩 这种玩法 一般人也不敢 这边他可能直接就翻 不翻吗 为什么呀 他继续保持自己 这种憨憨溜反 其实真就能把洞玄 这种屠夫六死 你就直接反 信我 你越憨 他越抓不到你 你突然聪明了一下 你就死了 你不要跟他玩反绕 你不要跟他玩 那个什么 躲一下刀人黄布 不存在的 你就铁憨憨 他反倒防不住 你跟他玩人黄布 你根本就不人黄 这边救不下来人了 非常痛苦 强行能救起来 但是杀手了 漂亮 哎呀 这波还是能救起来 但是得吃一刀 哦 动弦硬要让他搏 救不下来人是吗 哇 这边硬要搏 想搏震慑 干嘛杀手 杀手也没事啊 杀手自己虽然是残血 但是还是能刷 该刷的人能刷 倒是没事 机子节奏是肯定不够 这个位置能卡住人吗 卧槽 小木屋都能卡住人 好秀啊 哎讲道理 秀起来了啊 但是机子就是不够啊 这边再一个A闪带走了 哎 他怕机子够了吗 哎呀 动弦机子节奏算错了 那挺挺亏的啊 这样的话 手门挖个铲子过来救吗 不行 手门不能挖铲子过来救 这边得怎么安排救人呢 得咒试师过来救 反倒挂到了咒试师附近 咒试师过来救 手门绕一圈去压机 会更合理一点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这么安排 他们没有这么安排啊 选择把手门摸满 那这样的话 把囚徒摸满 我他妈吐了 不是 你这样摸到啥时候啊 让囚徒救人 哇 上挂死来救人了 卧槽 妈妈 兵分两路 也行吧 那这样就有个坏处 是没人压门呀 你得有个人压门吧 还真就让囚徒救人 卧槽 啊 这边直接点亮 我好拼啊 囚徒是上挂死啊 大家记住这一点啊 这边有没有20秒啊 完了 这个散传着急了 被预判了 那这样的话 囚徒还能往前拉一拉距离 这个闪现能不能卡住调试师 他这边得赶紧杀了囚徒 然后卡调试师 直接闪的话 调试师 应该还是不敢走啊 调试师这个位置还抱了一个点 走不掉 强行点小门是骗自己啊 因为会给耳鸣 那这样的话还能保平 三跑到三跑不了 这边调试师应该是走地道的 那边两个人是稳定能走的 而且不知道咒试师有没有 咒试师有没有博命啊 咱也不知道啊 这边是排到耳鸣了 那调试师被卡死了 走不了地道 这把能保平还行 感觉东旋已经有点无力了 这也就是说明黑白 其实这张地图 这个阵容就是不好打 即使是东旋也非常不好打 可能会在丢视野的一瞬间回乡 不回了 反正这是一个死 极限了 这已经是黑白的极限了 确实是平就好 因为毕竟是BO4了 一个屠夫能保平就不亏 可是 但是 但是买那个 会不会有变数啊 我在想 人家6比3 6比3 你这把三杀5比3有啥用啊 那你下把还是要四杀呀 你总得有一把四杀呀 你总不能指望自己家队友 在东旋手里四跑吧 可能吗 所以他要拼的情况下 你下一局拿大笔分 你还是输啊 你自己算笔分吧 你自己去算吧 三杀不行就是不行 只能四杀 两个三杀就出了 一个臭刀 戏呀 这边看到脚印了 然后走过来一个臭刀 这个空军也就真拍 摁你妈摊板 你他妈直接拍了这个板 去拉点不香吗 你就在那摊 砸人家一下 你是不是很秀啊 他直接拍这个板子 去转点不就好了吗 有些人他就是想秀啊 你拦不住他那颗想秀的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雕像的熟练度 几乎就是没有 他的雕像就属于那种铺场 一顿往脸上铺 那这就是一个厂长 我说实话 这就是个厂长 你看他的雕像属于尬人 没什么威慑力 这边要不要来个预判枪 躲了那会玩 有这个 他会躲枪 就是拿这个东西挡枪 这就是一个基础好雕刻 至少说基本功来讲 他玩得很好 当然了 这 斗舞的人类 今天的发挥 确实就这样 没啥好说的 这不是基操是什么呀 这就是基本操作呀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会 你真别玩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一阶段雕像 就是打不到啊 他除了空军不动的时候 打 夹了一下 你看他夹得到人吗 我没说错呀 这种东西熟练度能看出来呀 你不要觉得他 拿这个挡一下枪 他就是好雕刻了 老板 这只是最最最最最 最基本的屠夫意识 都不是雕刻意识 是屠夫意识 不然你玩的干嘛呀 你连自己的技能能干啥 你都不知道 卧槽 那太屌了吧 这不是直接卖了 不就 给 不给二阶段啊 因为空地 空军这把枪 十拉九稳 基本上是要交的 他不交走不了 对 主要是打斗舞的人够了 立马机是肯定不够的 但是空军能做出来呀 这样的话 就是把压力给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 如果 知道你要交枪 第二个人如果 能遛好一点的话 就不说 不用遛很好吧 就遛差不多的时候 就别像他这么秒倒 别 这咋啥呢 第二个人 只要别像他这样秒倒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个人 张艺健已经开始体验拉点了 那这样的话 就基本上 他去不到节奏的 手里边有闪现的 他去不到 这不是要求炎啊 老板 你随便抓出来一个雕刻 就五阶以上的雕刻 他都知道 自己的黑能挡枪啊 这 这 这不算要求炎啊 四个雕刻都知道 这么玩啊 嗯 这边 咋冒人家 不是 大哥 你去看一眼冒人家呀 你这么瞎杂 有啥用啊 那不是浪费自己的 那个雕刻吗 这不属于浪费 哎 这边怎么还等一下啊 大哥 旁边有板子不走 为什么要等一下呢 这个时候再回板子 已经亏了呀 会被卡死的 这边直接闪现A刀了 开二阶段了 这守门人可能要被容 守门人这个时候 要被容了 机子是绝对不够的 他必须得拖出 自己的第二个铲 但是屠夫现在 不着急出这刀 那这样的话 跟着走 再出刀的话 其实就可以拖出 守门的铲了 至少来讲 守门人可以 直接挖铲 虽然现在开出二阶段 但守门人 至少有一个机会吧 不过还是有可能 会被融化啊 现在不是 把自己雕像挖满了 可以提前放铲 其实 可以提前放铲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放了铲子之后 马上被打出来 他就属于放了之后 马上被打出来了 这就亏了 骂人家还被找到 直接闪现 跟一刀就行了 他怎么这么 省啊 这屠夫好省啊 一点不着急吗 这东西早用早好啊 追守门人不香了 因为守门人现在是个废人 守门人现在出土之后 都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他现在不该去打节奏 他现在就得去 闪现杀马上家 这个屠夫不会抓意识啊 这个时候杀了马上家 挂出来 然后再扔风扔牛仔 守门人就是废物一个 什么也不用管 你这个时候 他如果放跑马上家 跟守门人去摸的话 其实是丢了大节奏的 哇 这屠夫好丢节奏啊 贼迷 这是一个四杀局啊 他反应过来了 这边两个人还是摸不好啊 反应过来就行 这B怎么还在这块 还真就能砸 这边的注意力 被马上家吸引走了 还行 但是还是要死啊 守门人这个血线 废人一个 大家也不要看 差一台半了 马上家收留书的 如果马上家能偷偷的挖一个 是可以秒一个的 但是节奏还是不够啊 因为还有半台机 没人能量 屠夫 守门人这把266的太快了 所以才导致这把屠夫 有四杀的机会 这马上家就很难受了 得变小 变小 这边直接收回来了 那还行 给不到压力 马上家能把那台机晾了 然后手里边如果有输的话 再挖一个 这把有机会 你拿定位找一下人行吗 球里了 跑一个就行了 其实跑一个就行了 你拿定位找一下人行吗 你都不在干嘛 如果能跑一个的话 你定位找人 跑一个是5比3 5比3 BO3还是动旋保平 人类跑一个 那就小比分优势能赢 找一下人不行吗 小比分优势能赢啊 哎 主要是空军那把枪开的 捞你知道吧 他一点都不骗 直接开 把头头当傻子 应该骗一下 落地刀直接吃吗 行吧 直接吃 然后闪现落地 这边牵起来 再打气球刀 不用打了 回头挂 打也行 能追上 慢慢追 能追上 这样的话 怎么开啊 直接开了 往上跑吧 马上家来 就手门 赶紧往外撩吧 马上家点门 他们要跑一个 他们要跑一个 自杀不了 自杀不了 没法自杀 他们要跑一个 其实理论上来讲 现在是要 马上家救人的 才能保平 如果你想保平啊 前提是 如果你想保平 但马上家 现在是要点了门 再保平 不过手门 这边拖了很远 这把保平了 这把保平了 手门 这边二阶段 一顿乱躲 其实与其说 是手门在躲 真不是说 这个雕像 根本打不中 我说了 这东西 他不会玩 就是不会玩 我刚才看到 有个人说什么 哎呀 你看 这不挡着枪了吗 秒打脸 我心想 打你妈呀 这挡枪 不是四个人就会吗 有手就行啊 他不会放雕像啊 挡枪跟不会放雕像 不冲突啊 这东西 门开了 门开了 别喊 门开了 门开了 但是这个牛仔不走 我也是离谱 为什么牛仔不走啊 这不是牛仔走地道了呀 这样的话 哎 他们排地道了 那还行啊 牛仔走地道了 门开了 门开了 门能开 开很多了 没用 没用 这波坟场还丢歪 他根本就不会玩雕刻 就不是不会玩 他是会玩 而只停留在会玩 就是 我知道这个是这么用的 那个是那么用的 但是能不能用出来 不一定了 他只是 知道怎么玩 但是